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传说中被抢了角色的金晨也没忍住小镜子 疑似回应了一句文言文 难道这是要开思张天爱的节奏 那就由高学历的小八哥快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金晨的这句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昨天 杨阳无尊等参演的玄幻剧正式开机 此前在该剧官宣中张天爱饰演两大女主中的冰美人林青竹 网传另一位女主妖女硬欢欢由金晨饰演 如今妖女的角色被张天爱接过 冷美人则变成了王立坤 虽然冰美人在原著里分量重于妖女 但从官博按翻位圈演员的一贯传统来看 张天爱现在在剧中的角色足足比之前提高了两个声位 虽然金晨出演该剧的消息从未得到官方确认 但姑娘一条意味深长的原创文言文 既凸显了自己的文学造诣 又暗暗回应了这场纷争 道理并非越变越明 本姑娘不屑与你争抢 好友王月新转发力挺赞其豁达 我那位是一位导演留言不及欲念是人心 金晨回忆爱的抱抱 影响后鼓励他失去这次机会会有更好的未来 金晨又笔心表示加油 金晨以我不明说你们都懂的态度杠上张天爱 双方的粉丝也开始舞动键盘 随后导演张黎回话说 接触张天爱后觉得他还是适合硬欢欢 这个角色非他莫属 一把手都盖张了 看来换女主这事是真的假不了了 但是小八哥又发现 官博在10月28号给张天爱庆生时 还在用兵美人林青竹坐时 难道张岛都没有参与演员面试 零开机才看见活的女演员 娱乐圈幻觉事件不胜美举 正是开拍前变数无限 但是小八哥总觉得张天爱对杨阳有秘质好感 此前传闻拍广告截呼了赵丽颖 搭档是咩咩 这次更进一步演了杨阳老婆 你们说是不是很巧呢 长城的海报出来了 小八哥赶快带大家看一看 你你你 看完好想喊一句 who are you 头骨很紧的皇帝小哥是失去刘海的王俊凯 法令纹配黑眼圈的大叔 是武力盛世美颜小陆寒 还有面如土色翻白眼的陈学东 回眸神似同大为的黄轩 从90后变成50后的灵更新 又脸如同月球表面的彭于燕 算下来唯有刘德华景田和郑凯 闲闲保住了颜值 当初网友哭着抗议大电影 重用鲜肉小白脸 老毛子现在告诉你 这次我们不鲜不嫩不白不帅 浮化造型兜走沧桑路线 奶们觉得还满意吗 前有霍建华后有李一峰 偶像对粉丝的爱 以化为尊尊教诲 昨天李一峰回国 看到街机的蜜蜂们 拥挤在一起追赶自己影响到路人 一秒钟变身老干部 看似严肃实则有爱的告诉大家 21世纪最重要的是秩序 看粉丝们这异口同声热烈回应的架势 估计下次就能看到 蜜蜂占两排 正为走中间的秘职场面了 跟正苗红的李一峰 又出来教育粉丝了 这让泽鹏想到不久前 张继柯也教育过不守秩序的粉丝呢 最近柯柯和孙杨 贾奶量 薛海乔一起录制了一档奔跑的节目 本应该是体育健将 柯柯孙杨的天下 但是泽鹏听说 奶爸这次靠着嘴皮子 就把世界冠军 全都给带跑偏了 你来 为什么由我来操控这款 山寨何能雷射墙 因为你出来 那你看 这档宣称可以让你尝到 被男神倒追的滋味的节目 聚集了贾奶量 孙杨 薛海乔 张继柯等奔跑大将 在节目的一开始 孙杨就投出了自己心仪的队长 我就想选贾奶量 大白杨真的是 头条军见过的最单纯的boy 你要牢牢记住 你此刻满格的笑容 因为故事的结局 往往是如人意料的 原来我从来没有想过 说当一个领袖的角色 就算是队长吧 我的队员都是谁 张继柯 孙杨 海强 亮亮 你就别装了 你明明知道 他俩虽然称霸奥运会 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你一张嘴啊 下面请看 综艺扛把子 是如何将世界冠军拿下的 一开始 亮亮还是很正经的 商量战略 主持大局 不过很快就开启了 我用嘴皮子杀死你的唐僧策略 坐车得不得 走路得不得 打公交得不得 等个电梯也要得不得 还强迫孙杨当人肉导航 这可真是武功再高 也怕飞到体能再好 一嗓子撂倒 眼看大白杨血槽告急 加乃亮准备使出终极大招 宁愿选择下车也不听亮亮唱歌 哎 只怪孙杨太年幼 套路完全跟不上溜 KO了大白杨的贾乃亮 通过网络直播 看到了睡觉撩妹打扑克的张继柯 立即朝他狂奔过去 端茶倒水揉剂按摩 洗脑红蓝出CP 黄蓝大叔奇迹 我可能受得了假式言语攻击吗 心疼客客从高冷熊师 变成天惊未斗 还追着红娘求介绍对象 这还不是最狠的 加乃亮这个老司机 把开车一年的表情包都传授给了柯柯 前方高屋 请戴上耳机仔细聆听感受 能把世界冠军带跑篇 节操碎一叠 亮亮 我扶了你超越唐僧的功力 躲在屏幕后面 暗中观察的头条君 不小心发现了他的真实目的 你叫天心打乒乓球 打乒乓球 可以 可以 想看更多关于杨乃兄弟反目 和甲壳虫CP同流合污的故事 请密切关注11月17日腾讯视频 看你往哪跑 点播上线 带你复习 刚来加乃亮才是最大的兴趣不爱 不过让天心学打乒乓球这事 王源知道吗 这边综艺充满欢乐 大洋别的妹妹却很烦恼 因为最近有个嚣张的外国DJ 居然敢吃妹妹的豆腐 你可真是比我们卧的哥厉害多了呀 近日 妹妹在2013年巡演后台 被性骚扰的事件又被谈起 国外八卦媒体 曝光了一张她和该电台DJ的合照 纵然脸上依然是矜持与微笑 但看得出 我妹内心的OS 是宝宝真的不要 不得不说 这位猥琐男胆子够大 但还是希望他能原地爆炸 哪怕酒可以乱喝 但老司机 你可不能随便乱开车 更何况 还会被妹妹直接写进下一首新歌 所以 亲民有风险 合照去谨慎 妹妹请放开左边的女孩 肉体接触这种事就应该找我来 三年前 宫崎骏宣布从长篇动画退隐的时候 多少漫迷觉得痛失大身 肝肠寸断 不过大家先擦擦眼泪 据说老爷子又准备复出了 在最近播出的NHK纪录片 《不了神话宫崎骏》里 宫崎骏首次公开表示 希望回归长篇动画制作 吉布利工作室也回应说 Anyway 老爷子想做 我们就会继续做 据说 老爷子的复出之作 首次尝试CG技术 你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在12号播出的《我们结婚了》中 我家综艺黑洞小王子池昌旭 作为崔泰骏婚礼的特级嘉宾 惊喜亮相 然而看看这位超级惊讶的新娘 你真的确定你是为了捧新郎的茶 而在之前的节目中 新郎崔泰骏与新娘浦美第一次见面时 浦美就将崔泰骏认成了池昌旭 不管怎么说 都很羡慕崔泰骏庞庞大的朋友圈啊 不知道啥时候能请Zico出来出演一下呢 长旭我爸这是在用实际行动 告诉你们什么是惊喜 不过接下来还有更惊喜的 各位民伴们注意了 又到了我们发布 独家明星最新形成的时间了 快上车快站坐 小心和我爸擦肩而过哦 老司机这就带你们走起 今天下午将要举行两部电影的摄影礼 来参与的明星 又可以算是娱乐圈的半壁 下午4点半张艺谋景田陆寒等明星 将带你领略什么是真正的国际法 5点10分黄渤李峰 也将助阵范冰冰的我不是潘金莲 不能去现场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错过腾讯娱乐的直播哟 黄景瑜将从首尔飞回上海 凡凡的鸡尾酒派对 也确定在晚上的上海滩 今天大家又可以看到两集新的紧救未央 如果我能有爱情的第13集 也将继续为尊贵的会员发糖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之后请给我们评论留言加转发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 因为想哄起内哄的娱乐小分队 和我们一起聊八卦 更多精彩的娱乐资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我生心模仑 有个灵魂能 我温和 还能什么什么 当我背你的温柔 一层一层 保围着 啊